卸妝油 然后这样子买下来 53万4千块 然后其实我习惯在饭后的收拾 然后我这一趟呢 想要分享我去河内四天三夜 到底花了什么钱 嗨 大家好 我是Ashle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现在在桃园机场 第一行下 然后我这一趟呢 想要分享我去河内四天三夜 到底花了什么钱 首先呢 我今天做的是月捷航空 是廉价航空 我机票买的是台币159块 然后签证呢 我现在网上申请了一个落地签 是先付了17块美金的费用 我现在去贵宾室 我这边有一张龙头贵笔卡 是因为我的幸运卡 付给我的 所以这一趟机场贵宾室 蛮飞 好 这一趟机场贵宾室 我这一趟机场贵宾宾室 我这一趟机场贵宾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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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趟机场贵宾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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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時間上當然會久一點 然後比較不舒服一點 但是機票就便宜很多 現在在海關那邊 我來不及去拍四層這個照片 所以他剛才用他的數位相機幫我拍一張 然後跟我多收一個塊 所以我剛才又花了24塊的美金 我覺得我好像已經在這邊被騙怕了 像剛剛我點了一個大貝冰的一次 我說上面不是寫六萬五 為什麼你跟我收七萬 然後後來才發現說 因為他們冷的跟熱的 是不一樣的價錢 然後我誤會他們 他們並沒有騙我們錢 那我現在要用Grab叫計程車 到我的Airbnb 26萬4千 到我的Airbnb了 我這一間Airbnb租的超便宜 而且我現在住的是完全新的房子 他才租650 我覺得可能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你們看他的地板啦 很髒欸 還有現在只敢穿拖鞋 我剛才跟房東說 我發現這個地板很長 他說 你可以在那個陽台找到抹布跟拖把 他可能想說租這麼便宜吧 好吧 那我就來做點家務吧 這是怎樣 我不想弄了 我就穿拖鞋三千把 我現在呢 要準備去覓食 然後我剛才在Triplevisor上面 找到一家餐廳 越南菜 雖然他在盒內排名是369名 但是呢 他距離我只有一公里遠 所以我決定去他 然後我剛才Google了一下 他要走16分鐘 我懶得走 所以我要加一個Grab Grab是2萬9 在出門的時候 發現我現在這一生搭配 跟我的八七二環 配上我這個包包背帶 感覺好像來選美的一樣 有沒有 好像那個選美小姐的牌子 我快要笑死了 我剛才是跟他們說 我要好吃的越南料理 然後要高蛋白 有沒有推薦的 然後就一直雞同鴨講 都聽不懂彼此在講什麼 我還以為那種 英文比較差的人 就要跟像我這種 英文比較差的人溝通 因為我們就可以用比較多的單字去溝通 然後不用講太多的語助詞 跟連接詞 Thank you 這樣子的話大家可以比較理解 但他們還是聽不懂 於是我就拿出了我的Google Map 然後我就打說 我要好吃高蛋白的越南料理 有沒有推薦 對不起 不是Google Map 我打開我的Google翻譯 結果呢 原來是因為越南料理 似乎都沒有什麼高蛋白 所以他就介紹了我一些 像什麼牛排啊 什麼炸雞之類的 但我要越南料理啊 所以總之呢 我就放棄了高蛋白 反正我家裡有帶乳清 然後這個河粉 非常的入口臭化 紫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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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第一棟就是我的桌子 A4Sign 啊 終於回到房間了 來介紹一下我剛買了什麼 我剛買了無糖的優格 咖啡的 鴨果 然後水 奇異果 然後牛排 蛋 又便宜又營養 卸妝油 然後這樣子買下來 五十三萬四千塊 然後其實我習慣在飯後的時候吃點小點點 才會讓我覺得有滿足的感覺 啊 終於打不開 這到底要怎麼開 我好想吃 YES 真的很好吃 就是比好吃多的那個還好吃 好想要帶著我 這幾天吃超多的大肚子 長肉的大肚子去健身 我本來是要回飯店主 我昨天買的那些食材 但我今天太趕了 可是我只能買這個現成的東西 趕快裹固一下 對 這樣買下來是十二萬 七千八百一十五 我現在要步行去 那棟大樓 所以這趟路程零圓 我現在即將要做一個越南式過馬 讓你們看一下多可怕 這邊完全沒有紅綠燈喔 不只沒有紅綠燈 連斑馬線都沒有 心裡需要非常有勇氣 我覺得我還是往前走一點 等一下再過好了 這麼多車 咦 我發現到這裡有地下道欸 我要去的地方就是那一棟 那一棟後面 那我走地下道好了 我現在經過旁邊的韓國超市 帶你們看一下 其實我住的這一區啊 非常多的韓山跟韓國的外派人員 我剛才買了二十三萬 我買了一個火香糖 就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特別的累 然後我的冰箱其實還 蠻多東西的 優格 奇異果 這牛排還沒煎 然後這邊還有蛋 所以呢 我等一下應該會在家裡自己煮 可能晚點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年輕人逛街的地方 這種東西 來鞋嘴吸乾的目的是因為 這樣等一下會煎的時候啊 它才不會 因為表層有一些鞋腿症 對 讓它沒有辦法產生那個 梅鈉效益 就是 肉碰到 加熱的時候 如果又沒有水 它就會產生那種 焦焦的 香香的 增加這個食物的 口感跟食物 我會想要吃 吃 我會想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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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喔 會想要再回去買 嗯 厲害 有可能是因為我自己煮的 現在要準備化點小妝 出門 明天的飛機回台灣 我一定要做點什麼 所以我打算呢 去對面的韓國城 逛一下走一走 然後看幾個家具店家室店 然後順便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到暗服店了 這趟河內花多少的影片 或許會有人覺得 你又沒去哪 不知道沒花什麼錢 但我覺得不能這樣說 因為河內基本上 我之前去過的景點 跟可以去的地方 都基本上不太需要什麼門票的 所以如果你要到河內旅遊 你想要去看一些必去景點 你只需要把一些交通費用加進去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影片應該算蠻公正的吧 好 那我現在馬上要出門了 我不能這樣廢下去了 我一定要去對面走走 那我現在要去的地方是 其實就是過這條黃色的馬路而已 但是為了我的安全旗艦 他給我繞了一個走地下道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嘗試 越南式Style過馬路 你看這麼多車 要我如何從這些車陣中 就這樣穿梭到對面 你好 感覺就像自生了韓國一樣 我旁邊的店全部都是韓國店 好 我決定我要買茶了 大概就是台幣100塊 超便宜的 我現在來想 等一下 先拍一下Instagram 好累喔 當Youtuber當網紅好累喔 好好吃喔 剛剛呢 我從咖啡店 離開之後 坐在那邊工作兩三個小時 離開之後 我覺得喔 一虎淚衣 然後我就去了附近的 一個馬殺雞店 然後我按了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是 越南做的23萬 那他跟我說 按兩個小時的話 我大概要給這個 幫我按摩的師傅 Tips差不多15萬 但因為我覺得他按得不錯 所以我一共給他了 20萬 所以我剛剛兩個小時 花了 40才會來越南做 現在是晚上11點12分 結果 地下道門已經關起來了 所以我現在只能坐 越南市過馬路 剛好就示範給你們看 我現在我的目的地是 那邊 還要再過一個生死彎頭 衝了 衝了 好 終於安全到家 今天是我最後一個晚上了 所以我要來清冰箱的菜 把這些東西都給他吃完 不然很浪費 我只能說我真的是一個胃口很好的女子 現在要趕去健身房拍 王優華的影片 0元 這個即將是我在越南的最後一個小費 到機場 25萬5千 越南盾 所以這集影片就到這邊 我相信加加起來 沒有花太多錢 那希望可以 讓你們做參考 其實想要出貨外 想要去看看世界 不一定要花很多錢好嗎 那這集影片先前看 到現在 我們下次見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機場的路上了 美南掰掰 和內掰掰 你們還會想要看什麼 和內相關的影片嗎 如果我之後還有再來 基本上應該還是會再來 一道兩堂 然後再分享一步 帶你們看一下這邊的結局 越南現在正在快速的發展前 2020年的時候 F1賽車會進來河內 所以我想他們應該在 這個F1賽車開始前 會先趕快把他們的城市做一個美化 就有點像是那種奧運概念 當然當然沒有到奧運這麼大的部分 但我相信他們為了要讓他們的國家門面好看 然後給各個不同國家的人留下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肯定是會在旁邊努力的 OK 謝謝 我那天從台灣到越南的時候 然後我的手提行力超過 好像一公斤是台幣450 所以我超過了三公斤 然後這一次呢我覺得 喔 它實在太重了 而且我剛才就問了一下說 如果今天是用託運的話 會收多少錢 結果是30塊奶金 就還比較花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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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